好 大家早安 全都現場 我們持續帶你們來關心 俄烏戰士 今天已經是第12天了 那麼這個最新畫面 是烏克蘭的武裝部隊 他們秀出一段 擊落俄軍直升機的影片 現在美國的CNN就分析說 把俄軍的飛機 打下來的超強的作戰神器 應該就是美軍支援的 就是刺針變息式防空飛彈 那麼照片上 你可以看到的這張照片 就是來自美軍的 刺針變息式防空飛彈 美國的軍事專家也指出說 除了命中率非常驚人 這個作戰的神器最大的射程 還可以達到4800公尺 而且重量是非常的輕 大約只有15公斤而已 需要單兵就能夠操作了 英國《每日郵報》也指出說 除了美國送的刺針飛彈之外 波蘭現在送給烏克蘭的軍援武器 閃電變息式防空飛彈 也是相當的給力 也幫烏軍擊落了 許多的俄國軍機 那麼現在俄軍是持續對烏克蘭 來轟炸基輔近郊的這個小鎮 叫做伊爾坪小鎮 當地最少就有三人不幸罹難 其中包括了一名母親 還有兩名孩童 根據了解 他們可能是因為在疏散的時候 遭到炮彈擊中身亡 好 畫面上可以看到 其實俄軍他們不管路上 其實還有滿多在行走的平民 就直接這樣轟炸伊爾坪鎮 那麼瞬間也炸出了巨大的火球 塵土飛揚 軍民是嚇得驚慌逃竄 好 烏克蘭當地的軍方 其實就在當地炸毀了一條橋 他們用意是要阻止 俄軍進到基輔裡頭 來製造更多的傷亡 所以這些平民們 他們為了要逃離了戰火 都必須要經過這條損害的橋 才可以離開當地 那麼現在初步分析 可能就是因此在逃亡的過程當中 遭到俄軍轟炸死亡 現在俄軍也持續來攻擊的是 烏克蘭中西部的文尼查機場 俄國的國防部發言人 柯納申科夫就表示說 烏克蘭空軍在文尼查 當地的一座機場 已經被長城的精準武器 給損毀了 很多當地的社群媒體 照片 影片都顯示說 機場遭到空襲之後 真的是一片斷垣殘壁 好 現場是農煙四起 工作人員就忙著控制跟清理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 現在也趁機說 要求西方在烏克蘭設立進飛區 以防越來越多的俄軍來攻擊 不過俄羅斯今天就警告了 北約的成員國點名 羅馬尼亞還有烏克蘭的各個鄰國 不要再收留基輔的軍用飛機 否則這些國家 可能都被視為是捲入武裝衝突 好 現在俄烏戰火蔓延 其實最可憐的就是小朋友們 包括了像是烏克蘭的首都基輔 還有奧德薩跟哈爾科夫大臣的 這些孤兒院 湯蒂就為了要躲避戰火 撤離了大約200多名的孤兒 還有他們的照顧人員 他們搭了一整天的火車到 事先到了烏克蘭的西部大臣 利維夫接著再轉往到波蘭 波蘭當地的一處這個飯店就收留這些逃離烏克蘭的孤兒們 其實有些小朋友真的好可憐 他們就拿著這些心愛的玩具 然後再吃東西 跟著這個當地的工作人員的指引 先躺在床上來休息 而波蘭的邊境防衛隊就表示說 從上個月以來 一共有將近百萬的烏克蘭民眾湧入 當地的駐歐盟代表處也透露說 光是5號這一天 就有12.9萬人越過波蘭邊境 也創下了單日的歷史新高 以上就是這一節的全球現場